好 不管是网购或是到百货公司买东西 你都要随时看好自己的信用卡 这位男子呢 他在彰化一家知名的motel里面去过情人节 但是刷卡付费之后呢 柜台人员就摸走了他的信用卡 还倒刷上千元 让他这个情人节过得满肚子火 汽车旅馆接待人员 把房卡收据一一交到消费者的手上 但唯独这一张信用卡 用板子挡住 一看到消费者离开柜台 这才拿了出来收进自己的口袋 早餐券然后跟我的键跑卡归还 然后信用卡他没有归还 当时我没有注意到这样子 再看一次汽车旅馆内拍下的这段画面 男子先用板子挡住引开注意 接着就偷偷摸摸底 把卡片藏起来 下班后开车到加油站 拿着别人的信用卡 倒刷上千块钱 柜台人员就刷卡还之后 没有归还之后 他就把它收进口袋里面 像中天新闻投诉的洪先生 说的好生气 一方面气自己不够小心 但更气的是这汽车旅馆人员 竟然向上门的客人伸出第三只手 让原本开开心心 到彰化市区这家汽车旅馆 庆祝情人节的他 却因为信用卡被偷 好心情全没了 可是后来他们发现 是他们员工做的 他们当下还没有任何表示 我们就是会再加强我们的工作人员的一些 像控管 汽车旅馆业者对员工 涉嫌投信用卡 倒刷 承诺会加强人员的管控 只是经手财务的接待人员 刻意不归还信用卡 收进自己口袋后 还大喇喇的加油倒刷 涉及违法的行径 实在不应该 中天新闻六人王一超 陈萌辉 台中账话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打赏